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金伟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非常高兴一大早周一 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当然这个周末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选举 这些政治新闻 坦白讲看到今天都已经 有点疲劳了 那到了周一 我们来看看在新闻当中 有没有比较清新亮眼一点 这个算是一大早的开胃菜 那看到的呢 就是中国的大飞机C919 话说这个前两天的新闻有讲到呢 这个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啊 最大的航空展 新加坡航空展 将会在2月20号到2月25号 就下个月啊 要举行了 那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大飞机啊 C919要去参展啊 顺便呢 这个看跟国际上啊 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客户啊 的订单 换句话讲就是要跟波音跟空客啊 来抢生意啊 对不对啊 当然回头讲人家波音啊 有百年以上公司的历史 那换句话讲 C919就是要跟波音还有空客啊 抢生意 是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回头讲人家波音啊 成立已经过百年了 对不对 那恐怕呢 人家也有将近50年的历史 那C919凭什么去跟别人三分天下 那当然呢 这个现在讲三分天下似乎有点早 但是啊 不要低估啊 这个只要大家努力啊 这个向前跑 有一天 这个谁输谁赢啊 还很难讲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啊 平常心讲C919的这个 从研发到现在啊 这个过程啊 直接上来讲是非常的快速 因为你想想看 当年这个莱特兄弟啊 发明飞机啊 到有这个波音公司 中间又隔了蛮长时间啊 那这一路走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 人人类在飞行空中的梦想当中啊 是慢慢慢慢慢慢走到了今天啊 那当然呢 中国商飞呢 这个坦白讲起步在2008年啊 中国就立项要坐大飞机啊 各位想08年到现在啊 在2023年的5月 去年5月哦 已经商业飞行 理论上来讲啊 这个就是从零啊 从无到有啊 从零开始 有今天的成绩 所以你就不可以低估啊 C919中国商飞啊 将来是不是可以跟空客 还有波音啊 三分天下 那在那一次航空展啊 那目前碰到的瓶颈 大家也知道 就是要争取啊 国际民航认证 国际民航认证啊 还有一个呢 是欧盟的航空安全局 啊 的批准啊 这两个要是能拿到 换句话讲 这个外国的航空公司啊 就买C919没问题了啊 那当然呢 这个部分呢 中国民航局说 会全力支持商飞 取得认证 好 认证认证 拿到认证之后啊 这个再来后面 还有一大堆事情啊 要发展啊 首先我们先讲C919 C919是一个单通道 单通道的飞机啊 那当然呢 在目前的民航机市场上 它算大热门之一啊 因为理论上来讲呢 在过去啊 80年代的时候 全世界当时有一种梦想 就是啊 所谓的超级大飞机 像什么那个 呃 什么后来当时的77啊 到后来的A380 就是那个概念 一架飞机 三五百人啊 挤进去啊 但是啊 后来大家发现 这个点对点啊 这个消费者不喜欢转机 喜欢直飞 那加上中国经济发展快速 那在中国国内旅游呢 这种短乘客机啊 就颇受欢迎 所以你看那个 呃 空客啊 A320 跟波音的737啊 到现在的C919 理论 他们都是同款型的 单通道飞机 那卖了那么多年 还能卖那么好 关键在哪 就是因为啊 大家喜欢搭飞机嘛 快嘛 光是看这一次啊 中国农历新年啊 中国民航举预估 八千万人次啊 要搭飞机旅行啊 这什么概念 中国有没有高田 有啊 有没有高速公路 有啊 还有八千万人要搭飞机 所以在中国将来的 国内航空市场是 无比的巨大 就有人算过 未来三十年啊 中国还是需要很多飞机 才够飞啦 那需要多少飞机 才够飞呢 那算过一下 大概至少 在这个属于国内的 这种类似 C919这种飞机啊 大概要六千五百架 大一点的 双通道的 飞国际航线的 一千五百架 才能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啊 中国人就是要 现在经济能力好 叫搭飞机嘛 大家出去旅行 当然也看得出来中国呢 现在对飞机的需求 如此之巨大之下 中国决定踏上 航空啊 这个工业的这条路 这条路坦白讲 真的很不好走 尤其是发动机 对不对 中国这些年啊 在这个发动机上面 花了很大的力气啊 那军用的有 涡膳十 十五 二十 什么一直上去 那另外民用呢 有这个长江一千 这一款发动机 但是这个发动机啊 就算再怎么研发 但最重要 现在航空公司啊 要的发动机是 大推力 又省油 力量又大 又省油 简单的讲 这是一个 就是技术突破了 就连这个C919 现在用的发动机 是美国通用 跟法国赛峰啊 合作的一款发动机 那有些人说 这个C919啊 就是各国的零件 拼装的 装出来的 所以没什么 这个难度 那你讲这个就外行啊 实际上我们了解C919 理论上 中国还是有 整个机体的设计 研发各方面 甚至最后组装 这个不是说 光买一堆零件 对不对 像拼积木 大家就可以拼出东西来 哪那么简单 但是中国非常的清楚知道 这个曾经有一个 中国官员说 中国卖八亿件衬衫啊 八亿件衬衫啊 才能买一架飞机 所以中国知道飞机啊 这个东西很贵 那但是中国又有巨大的需求 所以决定啊 开始要造飞机 造飞机也不便宜了 但是要怎么样能够 让中国的航空工业 带动中国的 整个产业转型 至关重要 这不单单只是一个 能够说自己坐飞机便宜一点 仅此而已啊 最重要是他有多重因素 整个产业的转型 甚至国家实力的象征 这个就要讲当年啊 在那个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啊 他把一架啊 那个道格拉斯公司的DC3啊 那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对不对 在二战那个前后啊 他这个DC3呢 在全世界 哇 这个等于算是有些人叫做 DC3外交啊 这个很多国家呢 都有这个DC3 道格拉斯这款飞机啊 好 那接着呢 这个美国就知道波音公司 这个巨大的这个制造飞机能力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总统空军一号啊 这种飞机啊 很多国家都拿来啊 这个也当空军一号啊 在使用 就是毕竟来讲波音啊 过去很好啊 只是这次737是搞得太乌龙 当年人家波音啊 在坐飞机的时候都是讲的嘛 就是由这个工程师啊 来决定价这个产品啊 跟德国一样啊 都工程师来决定 到现在都会计师来决定 飞机如何制造啊 你就知道 这个将本求力 所以中国坐飞机 当然一定要注意到一点 不能用价格竞争 虽然中国现在C919 9千万 对不对 空八啊 这个A320啊 空客啊 这个大概一亿一千万啊 波音啊 737贵点 一亿两千万 那当然你说 这个C919价格上有竞争力 价格是竞争力 这只是开始啊 还有最重要 你发动机啊 要省油 对不对 那第二 你这个飞机啊 要非常稳定 不能三天两头 故障率很高嘛 对不对 更重要 在全世界 如果你要卖到全世界 你必须建立一个 非常厉害的 后勤 围保系统 对不对 任何航空公司 的飞机 任何零件 在任何时候 哪里故障 需要什么零件 你多久 能够把这个系统 帮它恢复运营嘛 飞机不能运营 停在这里 就是 就完了 对不对 航线就没飞机啊 就没钱赚了 所以你这个 围保系统 要非常的厉害 就是马上 甚至这个飞机 什么时候 该换零件 该怎么样做 这套系统 要建立 这个都是 中国商飞 将来要去 走的一条路 那当然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个漫长的 道路当中啊 实际上是 充满了挑战 也充满了机会 有些人说太难了 但我认为 中国商飞 倒也没有 那么难 因为毕竟来讲 我们刚刚前面 有讲到 整个人类发展 飞机的历史 那也是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 那那么一开始 就厉害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中国商飞 现在有几个优点 第一 中国国内 有巨大的市场 基本上 中国商飞 就是算国企啊 对不对 中国的航空公司 也算国企 对不对 大部分都国企嘛 那给这个C919 下订单 这件事情 已经不担心了 这个过千价的 订单来了 那现在就看 中国商飞 能不能坐 那么多飞机出来 就要考验他了 那如果 在未来的几年 中国商飞 C919了 能够满足 中国国内 对新飞机的需求 三分之一 就及格了 你不要说 我通吃啊 对不对 各位要知道 中国的飞机 国内市场需求 太大了 他们算了 再过这几年 有很多老飞机 要淘汰 要换新飞机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航线 新增 要新飞机 预估到2030年 大概就是六年后 还要加多少架才够 1100架 1100架飞机 才足够中国国内的飞机需求 这是什么概念啊 对不对 所以至少 这个中国商飞 在未来的时间 先抢300架 市场先抢住嘛 对不对 这个稳定稳定啊 因为造飞机挤不来啊 挤不来啊 好 那就把这个市场要很稳 稳住了 那三分点下之后 就开始逐步啊 慢慢再 再急急急把这些 其他的航空公司 挤出国内市场啊 慢慢都变成 中国所有的国内飞机 单通道 就是C919 这个做好 这第一步 一定要做 那同时呢 还要研发啊 这个这个双通道 实际上商飞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方案 就是啊 这个要找合作伙伴 所以当时找了俄罗斯啊 合作做CR929双通道啊 但是啊 这个对于这个拆战啊 各种问题啊 还有这个飞机将来 全力计数啊 前面几节目几集 我们曾经很早以前讲过啊 俄罗斯啊 他要的太多啊 要又给旧的机款 什么什么一大堆问题 中国商飞说拉倒 不要做 对不对 我做一个没有竞争力的飞机啊 只能在国内啊 跟这个你俄罗斯用 跟我用 那我不是这个目的啊 我要做的是一个 可以到世界上 拿着出去的 有竞争性的大飞机吗 所以这些年呢 中国商飞就自己研发 双通道大飞机啊 那当然呢 这个俄罗斯退出 并不代表中国只能孤军奋斗 实际上中国应该还是 继续去寻找合作伙伴呢 在双通道大飞机上面合作 因为你想想看啊 当年啊 这个欧洲啊 欧盟啊 在二战之后 还没有欧盟啊 欧洲啊 就发现了 波音啊 已经在垄断 全世界民用航空飞机的市场 大概 大概不管是 道格拉斯啦 或者是波音啊 这些大公司啊 美国飞机啊 简单说 百分之九十 被垄断掉 虽然英国有做了 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不做了 那飞机又故障率高 又空难 又这个又那个 那个大家没信心了嘛 对不对 丢买美国飞机 好 欧洲一看这样下去不对啊 所以在差不多 五十年前 七零年代 这个欧洲大家就合作 我们来搞一个空中客车 就空巴啊 就这样来了 空中巴士 空中客车啊 Airbus啊 就来了啊 我们又开始了 那时候你要知道 空客啊 跟这个波音啊 在中国市场竞争 是很可怜的 当时打的就是A320跟737 737是一个 坦白讲是一个 老飞机啊 只是不断的升级 引擎不断的更换 更换 更换啊 飞机变得更轻 这个发动机变得更有力气 更省油 就仅此而已啊 这个了无心意啊 那A320刚刚进中国市场的时候 跟他PK 打得很苦啊 因为中国早年啊 在1972年啊 2月21号 这个美国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 当时尼克松总统嘛 搭了他的那个空军音号 76精神号啊 这个抵达了这个上海啊 那个76精神是纪念 美国独立200周年啊 这个当时的取的名字啊 但也就是空军音号 那时候中美关系建立之后 中国就开始买美国飞机啊 我记得在这个90年代初期啊 到中国去旅行啊 出差啊 做的这个中国民 中国民航啊 这个国航啊 这些飞机啊 基本上都是波音 我还坐过那个757的飞机啊 那个后来就没生产啊 那当时呢 来讲的话 中国市场是波音的天下 但人家空八啊 很努力啊 坑撑坑撑 坑撑那么多年啊 现在呢 这个以最近来讲 因为中美关系不好啊 最近中国最大一张订单 300架啊 被空八拿去了啊 而且呢 天津厂加大生产线 就这样 因为中国市场是非常的巨大 谁在中国能够拓开市场 谁的航空公司 就是赢家啊 所以啊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 这个空客啊 这种就是可以学习 让C919学习的地方 就是啊 大家多到几个国家 因为空客不是只是法国的了 它是什么德国 什么一大堆国家合资 我们一起 大家出力啊 怎么样怎么样 走到了今天 其实中国发展大飞机啊 也是可以朝这个方向 多国合作 尤其现在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啊 基本上陆路 海路 再来什么 空间啊 飞行啊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立体化嘛 要立体化啊 不能光走海啊 走路啊 会被人家干扰 政治干扰 什么地缘政治战争啊 什么 现在什么 走空中啊 所以这个 未来的C929 C919 这两种飞机啊 只是 刚开始啊 将来还有三的什么 什么一大跟四啊 什么都来了啊 不要担心 第三个 我们就要讲到 就是关于发动机这部分啊 那当然呢 中国的发动机 现在长江1000A啊 还不够成熟啊 中间还有很多外国技术 但是不要担心嘛 对不对 那至少呢 中国在努力 保证要十年内 让长江 1000A发动机啊 国产发动机 能够装到C919上面 而且它的表现 要不输给这些外国大厂 更省油 对不对 推力更好 这个才是有竞争力啊 如果你这个点做不到 你在民用市场 很难争取订单 最后 因为现在来讲啊 这个能够用国产 发动机 这是利润的所在嘛 因为现在当然在 波音的飞机制造上 会依照航空公司的要求啊 装不同的发动机 比如说我这个航空公司啊 我买的飞机全部啊 都是这个RR 就是Ross Roy的 这个发动机啊 或是通用电器 那这个维修保养 就是比较单纯嘛 不然我一个航空公司里面啊 这个机型不同 但发动机就四五种啊 那维修保养材料备料 很麻烦 我希望最好就是 一种系列引擎啊 这个最最最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C919虽然现在呢 还是用的是这个美国通用啊 还有法国赛峰啊 合资啊 研发出来的发动机 这倒也不是坏事 但是长江一千的 还有努力的空间啊 因为可能将来 比如说这个 他卖给这个第三方啊 中国卖给第三方 C919的时候 他可能要求的是 比如说我要装 美国通用的发动机 那你当然就一刻无要求嘛 装上去啊 所以这是第三个方向 整体来讲呢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的商飞啊 充满了机会 尤其在2024年开始之际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科技研发上面 不断的努力突破 不单单只是在 所谓的像什么 华为5G啊 AI人工智能啊 在大飞机这种航空工业来说 中国也充满了期待啊 跟希望 那当然呢 看到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可以知道真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容易的 大家只有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加油啊 希望呢 这个很快我们能够搭乘中国制造的飞机啊 偶像天空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啊 这两天呢 新西兰呢 啊热的不行啊 热的不行啊 热到不行 那我想南半球呢 这个应该冷到不行 冷到不行 但是毕竟来说 不管天气如何变化 我们心情永远充满活力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哦 拜拜 拜拜